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我做一期恐怖不恐怖 其实我们人类是十分纠结的动物 自己先想象出了神和鬼 然后一边怕被神一个雷劈死 一边怕被鬼一瞪眼吓死 我说你们有这么好的想象力 怎么就不担心自己会不会放个屁把自己给崩死呢 电影的开头是几个小伙伴说是要玩通灵游戏 各位知不知道哪两件事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玩火自焚 第一种就是玩着玩着见鬼了 第二种就是玩着玩着结婚了 我们回到主题 几个小伙伴一起要玩通灵游戏 但是各位 你看他们的面部表情 这是通灵吗 这是通变吗 一个个便秘了几十年的样子 嗯 这位大哥 看你眉毛挑动 一脸愉悦 怕是成功了吧 以后要多喝水 多吃素 就不会便秘了嘛 哎呀我去 这位大侠 拉个死都能如此投入 用力到肌肉痙磷泻尸底里 跟吃了摇头玩一样 平身佩服 啊 你说啥 你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放屁 这明明是穿着蓝衣服的好吧 拉个死用力到色毛为止 平身膜拜 哎 我说后面那个装鬼的妹子 Cosplay真子啊 拜托你专业点 穿件白衣服再来好吧 留这么长的头发 就是瞧不起平身是光头了 信不信我那口口一抱着怼死你啊 嗯 大哥 你怎么死了 拉个死 都能拉到死为止 平身五体投地 但凡这类鬼片 主线已经很清晰了 玩火自焚 引来了山寨真子 然后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死 成功排便男先上了楼 明显是要从楼上掉下来的节奏 不过我说女鬼小姐 你下次上镜前麻烦先刷个牙好吧 导演 导演 这牙屎都长得跟黄鹤斑一样了还不恩基 那观众还看个鸡鸡啊 成功排便男死后 女鬼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小甜心了 她附身到了小甜心的身上 花了几个小时编织了一根麻绳 瞧着麻绳做工精细 牢固扎实 女鬼妹妹真是心灵手巧啊 嗯你干嘛 我靠你花几个小时做根麻绳 就是为了把你老妈给勒死 你妹的还是真够有够无聊的呀你 直接拿把刀一刀下去不就行了 还花这么久做一根心的你耍帅啊 你看果然在耍帅 杀完人现在拿刀了 哎还要先磨刀再磨上几个小时 然后为大家表演一个生吞水果刀的传统节目 不幸失误 各片了 主角小明为了解开这个秘密 跑到了一个村子里 却发现了一群鬼 所以我说这本电影里的鬼都爱半裤装帅 你说这只鬼无聊不无聊 先悄悄的躲到别人的身后 再慢慢站起来 哎吓你一跳 鬼先生 你不能直接从后面对着他的后脑勺来个天马流星拳 不能直接对他的屁股来个残局十八戳 这样处心几率 只为吓他一下 他能死吗 嘴张这么大 你难道想要口臭熏翻他 没弄死小明 女鬼盯上了小明的女友 瘦猴妹 看到这么爱耍帅的女鬼 皮身真是无语了 正所谓不捉就不会死 大家注意看哦 女鬼犀利的眼神猖狂的笑着 伴随着阴风霸刺的走到了符文的面前 帅气的摘下了符文 注意 他吃眼十分嚣张的将符文往前一扔 却忘记了是递风 直接把符文又吹回来了 哎呦我去 赤裸裸的失误 绝对的玩砸了 丢脸丢大发的他还假装没事一样 大笑了几声 尴尬的回房间去了 女鬼丢了面子 怎么能善罢甘休 下一个倒霉的是一个糟老头 女鬼玩起了电梯梗 哎 一把掐住了糟老头的脖子 我去 这演员是花五块钱请的吧 演技不用这么浮夸吧 这头甩子用得着这么销魂吗 哎呀 疼死了 哎呀 哎呀哎呀好疼啊 哎呀 哎呀呀我死了 我要死了 哎呀哎呀 小明见朋友悉速死尽 没有了办法 只好去红星找当时的大哥 坤哥 坤哥 帮帮忙 没事 这件事就交给我帅坤了 坤哥 你真是乐于助人 助个屁啊 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女鬼来对付陈浩南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心爱的小结巴了 这天 浩南和小结巴一起在看电视 小结巴走后 女鬼就出现了 悄悄的走进了浩南的厕所 浩南想去拉屎 嗯 我靠 女鬼同志 大家出来混口饭吃 你不用这么敬业吧 钻马桶 你钻马桶也就算了 代出钻业点好吧 肯定是头先下去啊 你还脚先下去 这下卡住了吧 浩南虽然被吓了一跳 但是内急的厉害 而且以为是错觉 就没当回事 脱下裤子 坐了下去 刚开始拉了一下下 突然感觉菊花一锦 吓得窜了起来 我说女鬼同志 不就是下个人吗 你有必要钻马桶里 朝着人家正在排泄的部位 伸出你的牵牵欲手吗 不嫌脏啊 嗯 哦 原来浩南没有脱裤子啊 那还正常 不脏手 嗯 没脱裤子 我操累 浩南你拉屎不脱裤子的 是为了保暖 还是想给你的屁股 做个咖啡面膜啊 接着 女鬼就爬了出来 真是无语 你不是走路 快得像飘移吗 你不是可以随意变化 连马桶都能钻吗 现在怎么弄得 跟个小儿麻痹一样啊 下班了浩南 小明的利用价值 就没有了 坤哥借机让女鬼 掐死了小明 而自己 则假装英雄救美的 冲到了小结巴的家里 和女鬼 联合演了一出戏 美女 坤哥给了你不少钱吧 这不仅演真子 还带学Michael的 嗯 你什么意思 凑上来唬人啊 肤子这么差 还敢露脸 我操 还是个白内障 干嘛你 变个大白脸了不起啊 信不信我叫空空 变着大白杀 一大把年纪了 还抽烟喝酒脚病了 弄得整个嘴巴都黑成这样 有种不要走啊 整天留个长发挡住脸 走路看不看得清啊 人你很久了 是不是笑话老子是个秃头啊 别跑 嘿 哥哥借家跟你跑上了 空空给我追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从此 坤哥就和小结巴 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 本期校工坊就到这里结束了 哦对了 BIG校工坊注册公众号咯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 或者直接扫描二维码进行添加 12月20日起 阿天每天都会发布语音 和大家聊天 预告和汇报节目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